這邊號5號強森 跟這種直播平台來做合作 包含了高雄一期直播港鐵人跟新竹街口公 他們一樣可以用不同的陣容 來打出有競爭力的內容 有機會就像廷照在賽前講的希望能夠 創造出一些在季後打流一些零亂 沒錯 強森 雙手爆扣 好 那這一次快點打球 即便是沒有季後賽大家還是力挺到底 陳范柏妍從45度角開 上雙當中有兩場是對上勇士 強森的翻身跳投還是夠穩 時間差沒有抓好 先來看一下這個籃底下 真的 陳范在底線catch and shoot 強森的進攻籃敗 薄一上來就有好的表現 雙手補扣 傳球沒有給到 但他馬上就把目標轉移到籃框上面 接到球 點了一下球沒進 Cristiansen再控得分 兩分進算 啃跑啃掉又有highlight 對 所以相較起來勇士隊 他們還加分耶 已經有這個屎 是 DJ在外線跳投再來個三分 你是 翔君底線翻身在零角度的情況下 前場一邊 中夥一邊觀察隊友 Deevo catch and shoot 前生肚交力中三分 48比26 外線出手 Chris Johnson 往外角 腳步 一個not looking path 找到底線的射手 力中三分 來看一下 那在弱側邊發生了什麼事 都是在曼儀派的情況之下 比較跟不上 宏凱傑 騎馬射箭的拋頭沒有 第三波的進攻機會 出的第三場比賽 所以 能夠在季後賽之前 及時地歸隊 然後 前場快攻的機會 那給到他就沒問題了 來看一下這個 leading pass 沒錯 蔡文成的價值 他為什麼會出現 勇士隊國王 如果真的對上的話 應該是冠軍賽 沒錯 就是冠軍賽 是很理想的 他們已經準備好要來備戰 哇 第一時間空中接力 Chris 今年真的 看到桂宇的成長 他也 這個戰術當然走得蠻漂亮的 在滑球 不過是 剛剛跳出來 這間自由的 各視 上